我們可以幫他做任何的事 只要他請來吃一頓飯就可以了 請吃一頓飯就可以任勞任怨 有沒有這麼大的甲巴隨街跳話 好似今天他們的任務 就是幫一班中學生拍宣傳短片 由構思、拍片到後期製作 都由他們一手包辦 究竟這班是甚麼人呢 他們就是港產萬事屋的成員 萬事屋顧名思義就是萬事包辦店 小字幫學生佛鈔 大致裝修半屋都一律無四路 還要一毫子都不收 只是要求委託人請吃飯 而且封劍遊人 29歲的店主桑貓 本來只是一個普通打工仔 有一天忽發其想就在網上開店 這個想法是可以見到不同的人 又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又可以接觸不同的事 我覺得挺有趣的 其實上班對於我來說 都是每天做要差不多同一樣的事 不過是為了自己的生活 我覺得如果是生活的話 應該是要做其他更有意義的事 他們試過幫人派傳單做炒散 又幫中學生做功課 但換來的可能只是一個杯麵 又或者是一支水 喪貓一早預早會吃虧 但覺得只要不做傷害自己和別人的事 都會接單 我覺得這個是和不同的人的互動方式 通過接觸的人 我都知道原來有這麼有趣的人存在 萬事屋子5月中成立以來 短短三個多月已經完成了百多個委託 在這幾個月除了儲了一班熟客 亦一直有新血加入 發展成為現在有二十多人的團隊 當中有學生亦都有打工仔 每個人各有專長 例如感情專家 電腦高手和執錄大人等等 務求每個委託都由最合適的成員完成 他們都認為萬事屋不是幫人那麼簡單 可以幫到人之餘 我們亦都可以挑戰自己 譬如我們挑戰自己的專長 看看自己究竟可以做到些甚麼 入了貓記 有不同的成員 但那些成員 有機會是你一輩子都認識不到的 因為不同的成員是有不同的範疇 做不同的工作 不同的工種 就是你的生活圈子 社交圈子擴闊了很多 其實是一個大家互相的價值 令到這件入網上有很lousie的關係 慢慢吞吞吞吞吞吞吞到大家見面 大家一起合適做一件事 傻貓又認為 網絡只是一種工具 並不一定成為人同人之間的障礙 他希望萬事屋這個理念 能夠在香港落地生根 最重要的是 將更多人從虛擬世界帶回現實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黃曼婷報導